受美国散户投资者欢迎的网上券商Robinhood上市 但首天股价潜水 虽然Robinhood将招股价定于38美元的下限 但股份以38美元平开 股价之后持续下跌 最多较招股价低11% 收市一滴8.4% 在纳斯达克的IPO仪式上 Robinhood Markets首席执行官 Ladimir Tanem 为公司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我们没有为富人或拥有数十年经验的人构建Robinhood 我们为每个人构建了它 我们很荣幸能够为超过2200万人提供服务 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今年初美股曾经出现散户大战孤空机构的情况 不少人都利用Robinhood买卖股票 令这间券商的知名度上升 公司一贯彻散户为主的倾向 招股时大部分股份都分配给他们 公司创办人强调 不想理会短期试况 希望将大部分公司的顾客 转化为长线投资者